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坎大山 在社会上呢,我们家庭的人缘构成也是有一定区别的 你比如说有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 有的呢,就是多子女家庭 是不是这样呢 你要是接触过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家庭啊 你和这帮子女聊天,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一个子女 或者有多个子女抱怨,不满意 你说抱怨什么呀 抱怨父母偏心 对哪个哪个更好了 你看对我弟弟多好,对我哥多好 你看对我姐什么样,你看对我什么样 真不公平啊 有的呢,就是嘴声说说 有的呀,心生怨恨 是不是这样 你说呀,这种情况啊 你要说有一种重男轻女的情况 挺多有 这个呢,多少年的传统思维哑成的 尤其现在有一些农村孩子呀 对女孩特别不重视 啊,重男轻女 虽然这么做也不对 但是毕竟是这么多的农言流传下来的 还是可以理解吧 但是你会发现另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同样都是男孩 或者是同样都是女孩 无论城里和农村也会发现同样这个问题 那你说为啥呢 为什么父母就会偏心一个呢 偏爱一个呢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会得到父母的偏爱 或者偏疼呢 咱们来聊一聊 你看有没有道理 好不好 首先第一个呀 就是什么 就是父母会偏爱基因更优秀的那一个孩子 什么叫基因更优秀啊 相对来说更健康 更聪明 更漂亮 更会来事 就有说嘴甜 哎 你看这样的孩子 哎呦 跟父母说话嘴甜呢 懂得关心呢 我把这也聪明 学啥像啥 长得也好看 一出现一段话 哎呦 你家老几呀 你看看 哎呦 那小嘴巴 真甜呢 哎呦 你看他长得真好看呢 哎呦 你看真优秀 学啥像啥 这样的孩子 就会得到父母的偏疼 啊 不不也觉得 你看 哎呦 咱家这个孩子真好 你跟别人一比 看你们怎么那么不顺眼呢 你看看你弟弟 看你哥爷做的 你看看你做的这个东西 哎呀 真 真笨 怎么同样生出来 同样教育 就养你 什么根本玩 是不是 哎 内心里自然就会有偏爱的一方 偏疼的一方 哎 对他更好一点 是吧 这是第一个 偏爱基因更优秀的那一个 第二个 就是父母会偏爱 更像自己的那一个 那怎么 包括长相啊 性格啊 做事风格啊 比如这里头咱说长相 以父亲为甚 啊 同样是两个儿子 一个长得特别像父亲 一个稍微差一点 不那么像父亲 那么这个做父亲呢 大概率会非常偏心 长得和他像那个 哎 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啊 比如说能俩儿子出去了 一转 你要说 也就说 哎呦 老李啊 哎呦 你家老大长得太像你了 跟你一个模子抠出来一样 一模一样 哎呦 这除了我跟你俩都不用问 一看就是你儿子 这太像了 你家 父亲高兴 你跳舞漂亮都不重要了 太高兴了 这个我儿子 他怎么看这么喜欢 他怎么看这么满意 他就特别偏疼这个 那个就会稍微差一点 父亲对这一点特别特别在意 他就觉得大多数父亲都会这样 那么就是和自己相像的 他就会偏疼一点 你看现在生活中 是不是这样 哎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父母啊 会偏爱弱小的一方 这个弱小的一方呢 有可能是真弱小 比如说生下来天生有一些疾病啊 或怎么样是真弱小 还有一种呢 不是真弱小 会表现的比较弱小 有一句话叫什么 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那就是这样的 哎 你要是这样一整啊 父母就觉得 哎呀 你弱 哎呀 你怎么怎么样 我得多疼你一点 然后呢 这个孩子呢 带有一点小心机 适当的向父母表达一些 自己内心的恐惧 自己的弱小 需要父母的帮助 这种时候 大多数父母很买仗 就会对这个孩子付出的更多 那你说付出的更多 是不是会讨厌这孩子 不是 越对这个孩子付出的更多 他越偏疼这个孩子 越偏爱这个孩子 可能是啊 很多父母都那种 被需求的自豪感 觉得哎呀 就是母爱父爱嘛 那种烦烂对孩子 哎呀 他这需要我 特别需要我 哎 对他更偏爱一点 朋友们说是这种情况吗 我给你讲个 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有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呢 哎 性格不一样 有一个呢 哎呀 经常是在 妈妈妈妈 我害怕 我想跟你们一起睡吧 别会就说 哎呀 求求你了 我特别害怕 没有你 我做噩梦 或者半夜跑来了 妈妈 我想你了 我做噩梦 哎 来吧来吧 跟他睡吧 是不是 哎 这样 另一个孩子呢 从来不这样 可能他也想和父母一起睡 但他不是 父母要闻的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跟爸爸妈妈来一起睡 不 我自己就可以 哎 你看一看 时间长了之后 你看哪个 更父母疼爱 肯定是老王父母 旁边跑那个 哎呀 爸爸妈妈我怎么样 哎呀 怎么怎么的 肯定是这个 更受童爱 长大了也是 没事就和爸爸妈妈哭 求的 没事就吧 这种 父母就是 哎呦 多不容易 哎呦的 肯定是他更受童爱 你看现实 社会中 是不是这样 所以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偏爱这个弱小的一方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生这个孩子 或这孩子 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啊 这个是有一些 电视剧讲过 有什么 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呀 你生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啊 生的孩子的时候 顺风顺水 家庭环境的人好 也不缺钱 什么都好 哎 这孩子你信 生另一个孩子的时候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是你经济也不好 也损失金钱了 损失升职了 什么的 损失各种各种东西 那你就会抱怨 抱怨的时候呢 就会延伸到这个孩子 那么这两个孩子 从出生的一刻开始 在你心里的地位 就是不公平的 总觉得这个孩子 给我带来的全是好 你看他 哎呀 虽然不至于说的 哎呀怎么样 但是心里 终会有偏爱那边一方 嗯 好像有个电视剧 是都听好吧 好像就是那样 说生那个女孩的时候 本来是因为他想干什么去 就因为有了这个女儿 没去上 是不是 哎 所以他从内心里抱怨这个孩子 是不是 就觉得就因为你带不了 所以对这个孩子 一直就不那么好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父母因为这些特殊的原因 心里终会有一些不满意 或者对你有一些 不能什么 哎 会因为这个 偏爱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哎 这是第四 第五个 大部分分母 大多数啊 不能说所有啊 同样的情况下 可能偏爱小的 更多一些 这种情况 稍微比较多一些 那么你说 为什么呢 孩子啊 最招而喜欢的时候 最招的什么的时候 就是三级岁的时候 哎呀 你看看两三岁 哪个父母都觉得自己孩子 聪明可爱 灵异 怎么看怎么好 等他一大点了 那八九岁 十了岁了 就讨人闲了 都说这么大孩子 半大孩子 讨狗闲 真烦人 嗯 有时候我姑娘也是挺烦 招人烦的 不是这个事 就那事 哎呀 一点没有小时候 那么聪明可爱的 这么那么 哎呀 那么好了 就这种状态 那么你想想 这阵这个孩子 正讨厌岸的时候 讨狗闲的时候 结果你现在带有个 两三岁的孩子 哎呦 那么可爱 这两相一比较啊 你怎么看他怎么好 怎么看那边 怎么差劲 你说你这 因为你一看他 就跟你惹事 不是这事 就那事 你要是学点旗 那是鸡飞狗跳的 哎 你一看这个呢 笑容满面的 那心情都好了 那你说 从你内心里 从小就给他们再比较 但是对他们来说 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不在一个位置上 但是你的内心没有 那你就比较 那么从内心时间长了 就觉得这个好 就觉得这个好 一直都会这样 你看看 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这样 哎 就这样 其实啊 老宋以前讲过 像兄弟姐妹呀 有些不走动啊 可能和父母的一个偏腾就有关系 但是有些人说了 那怎么的 啊 那个父母啊 那怎么的 那谁能不偏腾一点啊 这不很正常啊 还有的父母说 我发誓 我没有 我做的就很公平 我手心手背都是幼 我对谁都一样 一碗水端平了 死不成烟 你就拿出证据来 他也死不成去 但是呢 大概率上 父母确实有偏腾 为什么呢 父母啊 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是有 个人的喜好 喜好 个人的厌恶啊 这个 这个啊 我喜好一点 那就是 同样两个颜色的衣服 他也有个人喜好 两个孩子也一样 那么 总会有一个 喜欢一点 有一个差一点 那么这 并不说不爱啊 并不说 我对你差一点 我就不爱你了 是多少有个度 那么就会 对那个更喜欢一点的呢 有一点偏疼 有一点偏心 这是很正常的 大多数父母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 都不可能做到两个孩子 一模一样 一碗水端平 大概率都不能 这个很正常 但是 我却所有的父母们 一碗水端不平 很正常 但是 千万 别端傻 对不对 大家 作为子女们的呢 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 不是特别过分的情况 细微的差距 我们 也应该理解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三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